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将认识一种形态特别的树木 藤本树木 那么什么是藤本树木呢 藤本树木是相对于直立的桥木 挂木而言的 由于其静感细长柔软 自身不能自力生长 必须依附他五而向上攀缘的树木 按照他们的攀缘方式 我们对他们进行分类 有缠绕藤本如纸藤金融花 媳妇藤本如灵霄爬山腐 和卷须藤本如葫芦葡萄 蔓生藤本薔薇 藤本月季母香等四大类 在园林应用中 藤本树木有其独特的优势 由于传统平面云林梨花 所需的土地匮乏 可以充分利用藤本植物进行 泥体垂直梨花 可以拓展梨花空间 增加城市铝量 提高整体梨花水平 可以极大的改善 城市的生态环境 现在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藤本树木 首先来看看 人见人爱的紫藤 紫藤是豆科 紫藤树的代表树种 其植物形态特征 萝叶藤本 经左旋缠绕 积枝与庄服叶 鸵叶线形 早落 叶片纸直 卵庄破圆形 至卵庄披章形 上部小叶片较大 鸵部一对最小 小叶线端间间 至尾间 鸵部顿圆形 或斜形 种庄花絮 发自去年生短枝的鱼 顶牙回叶牙处 长15到30厘米 花芳香 花骨细长 花罐紫色 蝶形花罐 甲果倒皮真型 鼻生人毛 旋垂之上 不脱落 种子 圆点 活色 聚光泽 花期4到5月 果期5到8月 请大家观察 紫藤的枝叶 花果特征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观赏到 紫藤的廊架 富鼻式的离体绿化景观 紫藤造型小盆景的风情 其生态学习线 紫藤分布 河别以南地区 黄河长江流域 及陕西 河南 广西 云贵川一带 叫来寒 叫来水石 及急波的土壤 喜光 叫来阴 紫藤那源的运用 我国自古以来 就有栽培紫藤 着庭院 庞价植物的历史 用其攀圆庞价 制成花廊 或用其攀圆枯木 有枯木重换生机之感 实移栽子于瓷畔 甲山等处 其独特风格 还可组成姿态优美的 悬崖式盆景 植鱼高脊架 书柜顶 紫花 玄垂满树 老妆横细 别有孕子 小贴士 紫藤花可以使用 金花 种子均可如药 花语为沉溺的爱 同学们 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 豆磕的一种大藤本植物 油麻藤 油麻藤是豆科 油麻熟素种 其植物形态特征 长驴母子 左旋大藤本 金棕色 活着黄棕色 粗躁 小枝纤细 淡泥色 光滑无毛 三处铝状浮叶附身 小叶泉远 鲜端尾尖 肿装花絮 紫色 蝶形花 大 下垂 花罐深紫色 灰紫红色 脂肪有 绣舌长印毛 甲骨扁平 拇指 笔背金黄色的粗毛 蝶纤红色 中色 这里大家观察一下油麻藤的枝叶特征 油麻藤的花 火形态 这是油麻藤的富鼻 狼架 石坎等离体驴化景观展示 其生态学实现 洗温暖时尽的环境 食光 烧烂阴 性强健 抗性强 寿命长 耐干汗 胃炎海 食于生长与排水良好的 腐质之土壤中 油麻藤的原理应用 由于生长迅速 慢脂粗壮 野繁英龙 花絮 悬挂于盘旗的脑径上 齐立美观 是南方地区优良的碧阴光发藤本植物 适合做大型的棚架 驴囊 墙圆造景 也可做斗坡 盐笔等垂直梨化 可整形成不同形状的造型景观 因其生命力顽强 能盘树缠绕 攀石穿缝 也可以在云林中 用于山石 碟石 零间配置 脱去自然野趣 同学们 下面介绍的椰子花 可能会让大家有点小懒闷 又是叶子 又是花的 什么回事呢 其实是因为 这种藤本植物 饱腹花的椰性种薄片 比花更美丽而得名的 一起来看看吧 叶子花又称三角莓 九重格 是紫茉莓科 是紫茉莓科 叶子花属的重要代表素种 其植物形态特征 半螺也藤本状 灌木 鸡有稻针 金有稻钩刺 枝叶有柔毛 单叶附生 椰片椰圆形或卵形 全圆 肌部圆形 有柄 花絮叶生和柄生 三度聚生于三片包片中 外围的三个包片 大耳美丽 有鲜红色 橙黄色 紫红色 乳白色 包片 椰圆状卵形 为主要的观赏部位 花贝果 霞桶形 泥贝柔毛 顶端开类 花期全年 大家观察叶子花的枝叶花特征 这里看一下叶子花的花絮 真正的花与包片的比较 叶子花的生态学习性 叶子花原产于褶带的每周 细细温暖湿润的气候 和阳光充足的环境 耐脊薄 耐干旱 不耐寒 寂寂水 对土壤要求不严 但以肥沃 疏松 排水好的沙子壤土为宜 原理应用 叶子花观赏价值很高 可受围墙的攀缘花会栽培 庭院里画 做花礼 藤架植物 花坛 花袋的配置 请大家欣赏叶子花的风采 各种花色的叶子花 叶子花造型盆景 独具特色 这里可以看到叶子花 强大的造型效果 同学们 藤本植物很有趣吧 下面我们来认识一种 因喜阴 可以养在生硅中的 藤本植物 长春藤 长春藤 又名 尼泊尔长春藤 是五家科 长春藤树 代表树种 其植物形态特征 长春藤 长绿 攀圆灌木 一般三到五米 树皮 灰棕色 怀 核棕色 有气生根 椰片格子 长为三角状软型 怀三角状长圆型 仙端 短剑尖 肌部结型 边缘全圆 椰柄细长 花 蛋黄白色 怀蛋 铝白色 芳香 果实球形 红色 活黄色 花期 九到十月份 过期 第二年三到五月 请大家注意观察 长春藤的枝叶形态特征 长春藤 悬挂盆栽 及树药下的生长状态 其生态学习性 长春藤 风波地区广 典型的阴性植物 能适应全光照环境 耐寒 不耐强光 不耐眼瞼 即高温闷热 对土壤要求不连 洗 湿润 疾润 疏松 肥沃的土壤 原来应用 长春藤四季长驴 因其枝条飘移 攀附能力强 变种 变形多样 而深受大众的喜爱 尤其在 立体驴化 家庭盆栽 观赏中应用广泛 驴化 美化环境的同时 增氧 降温 减层 降噪 等作用也很明显 是藤本类 梨化植物中 用的最多的材料之一 小铁饰 长春藤全株 可以如药 接下来呢 我们来学习 这堂课的最后一种 藤本树木 梨猴桃 因树体多毛 猴泪洗食 其果实而得名 梨猴桃 也称棋育果 是梨猴桃科 梨猴桃树的代表素种 其植物形态特征 大型螺液 模子藤本 雌雄一株 又知火色 多毛 老知图境 知水白色 知大火色 片尘状 单叶复生 大卵形 或可卵形 或近云形 顶端截屏 中间凹 怀图肩 极肩 之短肩肩 肌部顿云形 截平形 之浅心形 颜面深里色 背面仓里色 五托叶 一道三朵花 形成巨上花絮 生于爷爷处 初始乳白色 后边为淡黄色 有香气 雄猪多毛 一片小 开花交叉 雌猪少毛 回五毛 一片较大 开花交碗 江国卵形 至长圆形 如牙蛋大象 米贝黄棕蛇 长柔毛 花期为五到六月 果熟期为八到十月 大家注意观察一下 米猴桃的枝叶 花果特征 其生态学习性 米猴桃要求 温暖时温的气候 中等喜光 喜欢闪射光 既强光紫色 虚水怕牢 脉汗性弱 空气相对时度 要求在百分之八十左右 以身后肥沃 透气性良好 为酸性的沙子土壤为最盈 抗风能力弱 以被风处栽子 原理应用 米猴桃 藤蔓 缠绕盘区 枝叶浓密 花美芳香 适合做花架 亭朗 护栏 墙原等处的垂直里化 是原理结合生产的好树种 小贴士 米猴桃果实品质鲜嫩 营养丰富 风味鲜美 经济价值极高 好了 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请大家下去延伸学习 一 复习强化上面所学内容 二 拓展学习长春藤的便语种类 如金边长春藤 银边长春藤 半叶长春藤 金心长春藤 三色长春藤 拓展学习银藤和叶子花道常见种类 谢谢大家 再见 中文字幕� Guys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